美国前总统川普承说TikTok威胁国安 不过他接受CNBC电视台访问 态度大转弯 说没了TikTok 不断壮大的Facebook更讨人厌 2021年国会山庄暴动期间 脸书曾经取消川普的脸书和Instagram权限 让他怀恨在心 不过与老朋友匈牙利总理奥班 在海湖庄园见面 川普的心情倒是很好 会谈后奥班语出惊人 说川普如果当选一分钱都不会给乌克兰 这样乌俄战争就会结束 川普一向与极右派领导人比较投缘 拜登抓准这一点猛攻 拜登说川普与奥班物以类聚 根本不适合当美国总统 TVBS新闻总和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